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4月25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潘嘉晴 首先和大家我今天的新闻提要 23条实施后海外镇压手段而再升级 港警通缉在英港人持续被跟踪骚扰 香港审计报告要加入国安条款 被批评是政治审查 德国情报部门警告商界要防干调 不要过度依赖中国 详细的新闻内容 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后 当局曾指海外潜逃者是首要的执法目标 令不少海外港人担心中共的长臂管核 租港警袁洪通缉的前英国駐港领事馆职员 鄭文杰对本台表示 近月移租到跟踪和监视 質疑中共在23条通过后 在海外的镇压手段再升级 听下董书月报道 身住英国的鄭文杰向本台说 今月9日她和朋友在 在倫敦市中心的内电律师学院见面 包括英国研究机构英中透视 负责人鄧玲等人 之后他们到附近的咖啡店 华尔中到陌生人跟踪和监视 她抑述当时和朋友抵达咖啡店的时候 已经见到有约6名华裔人士 鄭文杰也说 她和友人在店内三次跟换座位 都遭到一对自称母子的华裔人士美徐 对方以普通话交谈 其后和这对母子对责的时候 他们说来自中国 但是个妈妈坚称 个儿子不懂得说普通话 令他们觉得十分可疑 双方交谈之后 这对母子最后密密离开 在事件中 双方未有发生肢体冲突 都没有充分证据显示 这对母子是中共派来监视 鄭文杰等人 鄭文杰说当时没有立即报警 但事后已向相关警员报告事件 移作记录 她表示 不清楚整体海外港人 被监控的程度是否有所提升 但是自己近月 就亲身感受到这种监视升级 我是挺明确 觉得23条通过之后 我在英国的活动 和对我的监控是 升级了和紧密了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测试制 因为我已经去到 没得再前的位置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测试到 就是究竟中共对外 海外镇压的那个手段 可以去到多远 而除了被监视 他市今个月中 都有一位朋友 受到陌生人 骚扰和恐吓 包括住所半夜被拍门 家门口被喷上恐吓和 侮辱字句 已经报警处理 案件正在调查中 鄭文杰怀疑 事件和他本人有关 是推断的 其实我在我家外的很多行动 或者我见到什么人 在做什么 其实是有 怀疑中共背景的人 秘密监控住的了 我相信他应该有留意到 我和这位朋友 也见过好几次 他就target了我朋友 透过我朋友的这种 骚扰行为 间接是 send一个message 给我 向我进行这种威嚇 的 鄭文杰坦言 朋友受到骚扰 对他构成心理压力 但强调 不会因此而禁声 反而会积极面对 中共的跨境镇压 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 香港保安局长 鄧炳強 上个月曾经接受港媒访问 说海外潜逃者是首要执法目标 形容是必然要做 去年12月 港警分别圆红100万港元 通緝包括 鄭文杰在内的5名海外港人 当时已是鄭文杰第二次被通緝 今年1月 鄭文杰在港家人 被带回到警署 問说 調查雙方是否还有任何 認識的联络和经济往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董书越报道 香港審计署最新一份審计报告 当中連康复巴士 和老人牙科服务的协议内容 都要加入国安条款 有学者批评 香港已经变成一个犯口号 犯政治化的社会 听下梁敏康报道 最新一份審计报告 合共8个章节 發表審计署就緊急牙科服务 油证业务等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 工作上的審计結果和改善建议 当中至少4个单位 被審计署批评在维护 国家安全工作不足 牵涉医委局 香港支休学院 香港油证和运输署 而整份審计报告全民 合共最少59次提及国家安全 当中 審计报告就紧急牙科服务 及长者牙科護理支援的章节中 指在審查2023年12月 一份由依惠局和一个非政府机构 签计的长者牙科服务协议中 发现当局未加入 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具体条款 另外 报告又指截至去年12月 运输署都未有在 和两个福康巴士服务供应商的 量解备忘录中 加入和国安有关的条款 審计署又发现 香港油证和油票设计师的服务协议中 未有加入有关维护国安的特定条款 至于香港知休教育学院 本身并非教育局的 学校行政策策的涵盖范围中 但審计署认为 知休学院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和工营学校同样重要 建议学院加强就维护国安 相关事宜的指导和管理 包括在行政和採救程序上 加入国安条款 学者钟建华对審计报告的部分内容 变成政治审查不敢意外 審计报告原本的作用 在行政上去评估不同的工营事业 工营单位 包括政府部门和一些资助机构 有没有行工两职 有没有根据一些既定的程序 和标准来处理他们的业务 现在变成了 变成了一个政治 有部分内容涉及到政治审查 这是事实 他又说当年福康巴士 和老人牙科服务的协议内容 都要加入国安条款 反映香港已经变成一个 犯口号 犯政治化的社会 现在政府除了讲效益之外 还要讲政治正确 过往就算特首 领导 各个部门都要有国安条款 这个已经下了 现在多了个审计 多了一層 过往已经有的 存在过的所谓监察机制 又要监察这个原因而已 至于四个被指维护国安不力的部门 都表示同意審计署长的意见 会案建议进行改善 審计署长林志远 今年2月接受明报专访时 表明维护国安人人有责 明然如果报告中的受審查组织 在维护国安的工作都做得很好 下次审视其组织的时候 就未必会再審查 和国安相关的环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北京时间周四下午抵达北京 将在周五和中国外长兼 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会面 布林肯访华首两天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 军英外访同时不在北京 上方的官方 还未宣布布林肯此行 会不会和习近平会面 听下江永报道 布林肯从上海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受到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司长 楊涂的迎接 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 也有跟随布林肯转飞到北京 布林肯去年6月访问中国抵达北京时 到机场接机的也是楊涂 楊涂的职位是私局级属国家系统官员 中国官方确认布林肯将会在明日和王毅举行会谈 布林肯今次是认王毅邀请访华 中国官方尚未宣布布林肯此行 会否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布林肯去年6月访华时 习近平是在访问结束前 最后一刻先确认和布林肯会晤 布林肯访华首两天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 均安排了到外地视察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新闻乱播》 播出了习近平继续他的重庆考察行程 到陆军军医大学视察 然后由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并发表讲话 而根据新华网报道 李强正出访贵州研究当地的扶贫成果 布林肯虽然身在中国 但是仍然频频翻墙更新他的社交媒体账号 而布林肯前一晚在X上发布一段 录制在上海外摊的短片 在东方明珠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 标志性建筑的背景襯托下 布林肯强调对话的重要性 布林肯在前一晚夜由御元老街探访知名老店南牆小笼包 布林肯和职员一起在商场外的木椅上 用餐的亲民形象 吸引了很多好奇的中国民众拍照 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他的X帐号下 用英文发布了他注意到的细节和观点 冷嘲热凤指出 很多人都注意到上海机场没有为布林肯铺红地毯 他的访华应该被视为一次狠求之旅 儘管美国事先做了一些强硬的舆论铺战 在布林肯开始中国之旅同时 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周三 签署了美国国会参议院 刚刚通过的巨额对外援助法案 根据这项法案 美国将包括向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台湾 提供总额为9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用于台湾和整个印太地区 对抗中国的援助资金为80亿美元 在美国驻华大使白欣斯 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王汉陪同下 布林肯拜访了上海美国商会 和上海美国商会理事会主席安高博 商会会长郑毅 和其他企业主管见面 与会者分享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机会 和挑战的看法 自由亚洲电台光源报道 德国的情报部门再次向德国的企业发出警告 要求他们对中国不要太天真 和过度依赖中国 有评论认为 德国的大企业一向扮天真 为了经济利益 而忽视中国间谍活动带来的风险 听吴亦彤和董书悦报道 德新社星期三报道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 和德国经济安全工作委员会 联合召开主题为 中国在世界上的野心 对德国企业和政治安全的影响的会议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副局长 斯南蔡伦直接向议会的德企代表发出警告 表示 对中国不要太天真 和过度依赖中国 蔡伦指出 中国企业虽声称是私企 但必须服从中国国家利益 而中国打算在2049年前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 科技和政治强权国家 中国最感兴趣的领域 包括航空科技 机械人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等 他都表示 先前的例子表明 德国管理者对中国的贸易过于天真和乐观 导致很多公司实际上已经解体 蔡伦都要求德国企业 在和中国等专制政府打交的时候要小心 例如德国企业应对中国政府 强制要求使用的税务软件保持谨慎 因为这些程式可以被中共当局取得德国公司内部资讯 德国时政评论者史明向本台说 德国企业其实并不天真 只是过去太依赖中国市场 但今次德国大力拘捕间谍 并引起巨大回响 包括德国情报部门的警告 预料德国企业会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合作 指出目前德国情报部门的警示已在德国各界达成共识 这也意味着德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不会再在桌上摆门鲜花 在德国大学任职的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生 朱瑞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 德国总理上星期带商业代表团访问 亲历中国无处不在的监视威胁 具有商业灵敏臭角的德国人 应该都会捕捉到中国经济萧条的状况 上星期德国总理和商界代表放华期间 他们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情报渗透威胁 这对德国是一个警示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衰退 中国明显加强了针对德国政府商界的情报活动 原先本有一些藏着掖着的做法 现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德国和欧洲安全换取中国原材料 德国警方在今个礼拜 逮捕了多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 其中包括德国极右翼政党 德国另类选择党政客 欧洲议员克拉的华人助手国建 另外 三名试图为中国政府 涉取军事技术资讯的嫌疑犯 都在德国西部被捕 德国总理索尔茨直指 中国间谍案件非常令人担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唐同书越报道 台湾候任总统赖清德周四公布最新一批的内阁名单 包括多位国安相关工作的官员任命 主管两岸事务的六委会 由前副主委邱瑞正出任主委 有学者分析指 邱瑞正是民进党终生代官员中 少数和中国有沟通渠道的官员 也都显示赖清德 向对岸释出愿意对话的善意 不过 禁于北京目前收紧对港管制 以及两岸情势仍然紧张 预料邱瑞正上任初期 两岸和对港人政策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听下中广正报道 赖清德周四举行记者会公布第六波内阁名单 也是对岸和国际关注的国安团队成员 其中焦点包括委任了国防部长顾立雄 外交部长林佳龙 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 国安局长蔡明燕 以及陆委会助委邱瑞正 赖清德表示 新国安团队将担起守护国家责任 在蔡英文总统四大坚持下 继续推动民主和平四大支柱 赖清德介绍邱瑞正的秀 以专精研究两岸经贸发展 来形容这位后任六委会主委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 邱瑞正担任副主委期间主管港澳事务 曾经有一些在台港人定居争议 他亦多次为此和邱瑞正接触 印象中他愿意聆听不同说法 掌握问题的关键并改变部分措施 我会预计就是说他会继续这条务实 而是这个愿意聆听的道路 去继续做他六委会主委的职位 也都希望他能够明白到 香港人本身来到这个地方 也都希望有一个更加明确 和清晰的指引 在关于定居方面 严格与宽松 可以去由台湾有关的不同的部门去探讨 他认为在习近平对香港管治不断紧缩 以及加强对台施压情况下 相信对港人政策短期内 不会有大幅放宽和修改 基本上会维持目前的方针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虎向本台表示 邱瑞正从事两岸工作超过20年 在金门大学任教期间 多次前往福建一带进行田野调查 和中国对口及学信单位非常熟 双方有直接沟通渠道 他只从近年陆委会主委人选 可以提出执政者是否愿意改善两岸关系 他指赖清德当选之后言论一直未超越蔡英文两岸路线 加上早已放风将由邱瑞正坐正 对岸早已知道新政府方向 相信国台办这个时候放出积极推动 包含旅游的各项领域合作信息 作为对邱瑞正担任两岸事务主管的正面回应 至于新国安团队上任后 对缓和两岸关系有多大帮助 两位受访者都认为主要看赖清德个人意向 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接下来有几只新闻简讯 黎智英案重返证人陈梓华 周四开始接受辩方盘问 他指案发誓黎智英和李宇軒等人 仍在为香港努力中 故众使会违反《国安法》 仍继续推动制裁 仍用黎智英等级数人物 可以无畏无据甚至以身作则 陈梓华在盘问下同意 《国安法》生效后 从未有向黎智英表示 他和李宇軒会继续进行国际游说 以及请求外国对中港官员实施制裁 他也指国安法生效后 黎智英本人没有跟他直接提及 要求他继续进行违反《国安法》的活动 香港记者协会较早前在网上宣布 周日是一个livehouse 举行音乐会筹集经费 为在最后筹办阶段 在周三指 基于不可抗力因素取消 音乐会押后到5月8日 改以网上的形式举行 记协主席陈朗星在Facebook发文说 很想说 我们都已经尽力 奈何世间 尽力不是事成的要素 据《明报》引述企业消息表示 原本已经万事俱备 但后来有人提出不可抗力因素 一定要取消音乐会 并指记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基业表示 音乐会将改以网上形式举行 并强调希望持续为香港新闻和资讯自由努力 希望以扣票的人士能够继续支持网上表演 中国青年失业率高 求职竞争激烈 当公务员拿铁饭碗成为不少人的理想 广州市殯葬服务中心 目前录取了三名围体火化工 这三名男子都拥有知名的大学学士 甚至是碩士学位 他们分别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 广东工业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 和香港中文大学折乐系 其中毕业在中大的男子拥有碩士学历 有网民感叹 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投职不易 根据招聘的公告 该职位的薪水为试用期月薪3500元人民币 签约后年薪约10万元 欧盟执行委员会 特集搜查一家在欧洲的中资企业办公室 调查他们涉及国家补贴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被搜查的是中国安检设备供应商 同方威士位于波兰首都华沙 和荷兰绿特丹的办公室 他们的资讯科技设备和员工的手机 被监管机构人员扣押 要求取得相关的数据 报道说 欧盟正在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而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曾任同方威士的总裁 今次是今年2月以来 欧盟接连发起的第五中补贴调查 全部都指向中国的企业 亦是第一次进行现场搜查 中方认为 欧盟委员会 未作事先的通知和立案通告 就直接特集企业正常办公场所 抠留企业的燃运设备 违反了正当的程序原则 对此表示严正关切和强烈反对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节目 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